10月份已经进入尾声,目前的热播剧有不少,但是口碑剧却不多,让大家翘首以盼,期待很久的八角亭迷雾,口碑也不理想。 其他的作品受众有限,四季度拉开帷幕,到现在虽然没有产生爆款剧。 第一部,女心女师,杨子主演的《青灾行胎死腹中》,搭档肖战主演的《余生请多指教》也遥遥无期,最早也到明年一季度上映。 所以,女心女师的顺利播出,对于杨子来说,就成为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,而且,粉丝们也期待了很久了,等播出后,肯定会掀起一波追剧热潮。 第二部,蓝艳突击,由任佳伦,陈晓云领衔主演的电视剧《蓝艳突击》,预计在四季度播出。 近两年来,任佳伦的人气一直走高,成为娱乐圈中非常受欢迎的人气男演员,他的作品关注度也极高,粉丝对这部剧的期待值也很高。 不过,女主陈晓云的人气一般,任佳伦的这部剧能不能像周生如故一生一世一样火爆,还要等开播后才知道。 第三部,小敏佳,由周迅,黄磊领衔主演,人气女演员唐一新,实力派戏谷图言松,秦海璐,韩同生,刘莉莉主演,光看这部剧的演员阵容,就知道这部剧的演技绝对是有保障的,都是在演艺圈扎根很久的老演员,对每一个角色都揣摩得非常到位,这部剧的演员阵容还是很给力的。 第四部,洛花时节,由雷佳音,源泉,张艺兴,贾乃亮领衔主演,罗海琼,梁冠华,李乃文,恋恋,孙力参演的都市剧洛花时节的演员震荣和小敏佳一样,都是震荣非常豪华,戏骨云集的作品。 如果剧本有保障的话,肯定是一部口碑佳作。 第五部,稀有琉璃瓦,第六部,不会恋爱的我们,六部新剧江波,袁佳伦,杨子,周迅强势来袭,一部比一部阵容豪华。 在以上六部影视剧中,你最期待谁的精彩演绎呢?一起来聊聊吧。